这是一款我前不久购买的湿的楼780C 我买它的原因有一点特殊 是想让它帮我借出网瘾 8月份一整个月我都在快乐的各种墨鱼 高强度势往上冲浪 而就在某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再如此堕落下去 应该做点什么以改变现状 于是我上网查了查该如何拒绝躺平 提高专注度 在将体育锻炼 打坐冥想 抄写佛经等我不喜欢的事项排除后 我发现可能还是静下心来画画最适合我 为了避免再与屏幕多打交道 我决定回归手绘 不过决定重回手绘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没有画笔 虽然我并不缺笔用 但正如每个女生要出门的时候 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衣服穿一样 我突然就觉得手头的笔变得很不顺手 丝毫没有作画的动力 为了继续执行好拒绝摆烂的计划 我决定给自己挑根新笔 作为启动计划的仪式 翻了一阵子淘宝后 我终于看到了心仪的笔 就这支施德楼780C 施德楼官方对于780C的定义是工程绘读笔 但我更愿意称其为假笔器 因为不同于常见的 N压式自动签笔的签心推送 780C内部没有活动阻拟 只有笔件处的三抓扣可以控制签心 N压笔帽不管的话签心会完全划除 虽然这种结构看上去很简陋 和如今主流的自动出现自动转新的笔内结构相比 相形见处 但不得不说 经典款的780C有一种古朴的浪漫美感 到手后我对其十分的喜爱 尤其是这个滚花笔握 真的是百摸不厌 不过有一点让我颇为遗憾 就这款看似充满金属质感的780C 其实并不重 除去千辛只有12.2颗 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是一个手重的人 画画时也偏向使用重笔 虽然很多人喜欢780C的低重心设计 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我 于是我又在网上开始查询 看有没有什么改变笔身配重的方法 忽然看到早在几年前还未走娱乐网红路线的ZHC 曾分享过一期学习大卫分歧改造780C的视频 很是深得我心 于是我决定有样学样的改造一番 其实ZHC的方法很简单 就在笔杆上缠胶带 最终形成一个感握 以达成一个很舒服的握笔手感 不过ZHC的制作方法实在是糙了一些 我决定改进它的方法 首先找来纸胶带 开始在笔杆上缠绕出适合自己手型的感握 但不要完全言辞合缝 稍稍地留上一份 之后就是重点的产品 这不是我第一次的产品 之前我为占水笔以及自动签都做过类似的笔握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极大改变你的握笔手感 提升舒适度 解决原厂笔握橡胶老化的同时 也可以增强笔的低重心 这里我使用的是手工纹丸中常用到的浴血 素色 直径1.0 这东西皆是耐用 价格便宜 一卷线材至少够你缠十几根笔了 开始产品时 在感握前端留好收紧绳结的环套 之后在感握尾端开始绕绳 这个过程中尽量大力 使产品保持紧致 但同时注意不要让纸胶在缠绕处的感握变形严重 预线缠绕的感握前端后穿过环套 简单打击 然后用力拽尾端的流线 抽缩前端形成的绳级 并使整个产品更为紧致 之后就是简单的曲线头 最终 一个适合你自己个人手情的工程绘图笔就完成好了 简单书写一下 嗯 手感有些特别 和我以往所使用的绘图笔感觉很不一样 笔身重心整体后移 加上手与感握的大面积接触 其要比常规的握笔方式更加的握 总之体验感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照着尝试一下 也许就打开了一扇提升你绘画手感的大门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所要分享的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方文 我们下期视频见